我们要说点赛场上发生了一些不太正常的事情 可以说是一个意外 那就是我们的自行车赛场上一起去了解一下事情 这是发生在今天女子自行车系分赛现场的一幕 当比赛进行到40圈左右的时候 几名选手在一个转弯处发生了严重的撞车事故 当时很多选手都倒地不起 而中国香港姑娘黄玉瑶也在她们中间 就在大多数人都因为这次事故纷纷选择退赛的时候 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一件标注着4号的紫金花队服 再次悄然出现在了中国运动员刘欣的身后 4号 这是黄玉瑶的号码 我们很庆幸小姑娘没事 而且还为中国香港代表团争得了一枚银牌 是比赛结束后的一幕再次震撼了我们 其实第一个摔倒的黄玉瑶被后边的选手两次压过身体 赛后被断定为肋骨骨裂 面对未完成的比赛和难以忍受的疼痛 小姑娘最终还是选择咬牙坚持 领奖台上看着气不成声的黄玉瑶我们感动 领奖台上看着黄玉瑶被勾破的衣角 我们心疼 不抛弃 不放弃 这不就是真正的奥林匹克体育精神的所在吗